近這個星期發生了很多事 我當然想跟香港人說 香港人加油 這個星期發生了其中一件事 就是Canon 終於推出M100的後繼機 M200 為什麼我說終於呢? 由於這部機應該是去年尾已經知道它會推出的 你見到我的影片今天才推出呢? 你應該都不難想像 因為我想說這件事 這件事就是GoPro Hero 7 Black 如果你有留意GoPro 你看到這個樣子都應該知道 沒錯,它推出了新機 就是GoPro Hero 7 8 好像沒有兩個版本 因為7也有一個比較便宜的版本 8沒有兩個版本 它只有一部 遲些會不會有呢? 應該不會有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 其實8和7 基本上 硬件來說 是兩部機近乎一樣 它的chip set 是一樣 拍片的功能基本上是一樣 只不過是做了一些軟件的upgrade 令到手機的AI功能 例如防震 例如Motion Lab 例如夜間 可以拍到Timelapse 這個功能 它叫做Light Lab 我忘記了那個名字 在這方面 就有改良到的 鏡頭 基本上是一樣 還好像小了一點 8和7 兩部機基本上的設計是差不多的 唯一一個最大分別就是 8 可以有一個module 一個mount video module 這樣加進去 external 這個是8的最大一個賣點 另外還有一部機 是360 但是價錢 我就會叫大家不要考慮 雖然我是很喜歡Gopo這個牌子 但是 有時候價錢的東西 對不對? 以Gopo Hero 8 我都會覺得 如果你硬件完全一樣的話 你又要再另外加module 才可以做到反螢幕 外置咪 然後兩個cool shot 可以再加燈等等這些東西的話 這個價錢 其實我可以買入門級的Mari-less機 或者你一部卡片機 小小部可以帶出去的 已經是買到非常好的機 所以 你問我的話 雖然Gopo的防震能力很高 但是 我會覺得這個價錢 不如我買一部Corp機Mari-less好過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講 Canon M200 還有因為上星期富士出了XA7 所以兩部跟大家比較一下 其實M200去年 年尾的時候已經說出了 拖到現在10月才出 我覺得有點遲 我覺得Canon的市場 是向以前的方向走 以前會出了比較高階的機音源 再出一些便宜的日門機 我自己整體覺得 這個價錢 是非常可取的 當然 如果你有些功能是需要的話 這部日門機是給不到你的 所以我現在就跟大家 比較一下兩者的分別 給大家看一下 Canon M200 作為入門機的話 應該大家就會想到它的對手 主要針對對手 就是富士的XA7 為何不比較Sony的A6100呢 其實Sony的Menu比較難用 如果你作為入門機的話 我是不太建議用Sony的 而且Sony是貴了一大截 而Sony的鏡頭 都是比較大支 也是比較貴的 所以 如果入門機來說 我會建議Canon 和富士 這兩個Merex的System Corp機的話 好 比較一下 兩者其實都是用2400萬像CMOS 其實Canon的Corp機 入門機的話 它的ISO 就不可以extend 這件事大家就要想一想 因為富士是有得extend 富士extend之後 它的ISO最低和最高 都會比Canon的入門機 是會好一點的 因為Canon一直都是這樣的 你給什麼價錢 它就鎖了那些東西 而最高快門速度 Canon也是鎖了 電子快門那部分 它也是不給你用的 好啦 兩者是Corp機 但是Canon的Corp 它是x1.6的 而富士 Sony 就是x1.5的 所以大家在鏡頭上 是不同的 待會會說多一點 好啦 拍片方面 其實兩者都可以拍4K 叫做 但是有一件事大家需要留意的 就是Canon 其實它這部M200 在拍4K的時候 它是會再Corp 要到2點多 所以就變得很不夠Wire 在拍片方面 雖然大家看起來就差不多 但富士在這方面會好下跌 而另外一件事 拍片要留意的就是 它Canon這部M200 就不能插External Mic 因為它是一部入門機 所以它不能插External Mic 所以它不能插External Mic 富士雖然它可以插External Mic 但是它的頭是2.5mm Jet頭 就不是3.5mm 也不是主流的頭 所以兩者是要留意的 如果你需要拍片 又需要插External Mic 這件事就需要留意了 在拍片方面 其實這部M200 如果你用4K的話 它會不會像M50那樣 不能插External Mic 最少因為這部M200 其中一個賣點就是 它入門機 也有Eye Tracking這個功能 在拍照上面 但是拍片方面它沒有插External Mic 所以可能它有Fade Detection 但是就未必可以追眼 所以這件事可能需要留意 但是我覺得 如果拍片的話 就不需要追眼 這是我純粹覺得的 好了 為什麼兩部機可以欠這麼多價錢呢? Canon這部機 它用的螢幕真的比較差 它用3吋100萬張螢幕 這個螢幕真的比較弱 富士這部A7 它是A5的後繼機 A5就是在用100萬張螢幕 A7就用270萬張 所以這就是Canon這部機 可以做便宜一點的因素 電池上面兩者的電池 其實差距是挺大的 富士A7用的電池是1260mA 但是Canon用一顆比較舊的875mA 它兩者像Canon可以拍得多些相片 亦都輕一點的 Canon連電池是300g不夠的 富士A7就是320g 再比較兩個Kit的鏡頭 其實兩支鏡頭都是15-45mm的 但是在Canon的M系統 因為它的Code Mode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的等效距 實際出來是24-72mm 但是富士是23-69 其實光圈大約 兩者是相約的 Canon最大光圈是3.5mm 因為Kitset的光圈就會收到6.3mm 而富士在23mm的時候 光圈最大3.5mm 收到69的時候光圈就5.6mm 其實兩者好像看起來差不多 但是富士Y1mm就是1mm 但是又有一件事就是 Canon的鏡頭 M系統的鏡頭是比較細緻的 所以重量上面也輕一點 你買filter也會便宜一點點 這個就是Canon M系統優勢 但是Canon M系統是 比富士的X系統少鏡很多 所以這件事也需要考慮 雖然Canon的M鏡頭是便宜和細 但是富士的鏡頭是比較齊和多 雖然貴一點 有得用有得選擇就好一點 雖然Canon可以用更新的EF鏡頭 但是更新的RF鏡頭 就沒有機會用了 在現時來說 這部M200作為一部入門級的MARIS Co-op 我自己覺得它價錢非常便宜 拍照也有Eye Tracking功能 我自己覺得是有用的 所以如果你拍照也不需要帶太多東西的話 這部MARIS Co-op 我覺得是OK的 因為你真的放在袋裡用 都可以 如果你還用這支22mm F2的餅鏡頭 其實已經可以玩到多少東西了 我自己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是拍片來說 它始終是一部入門級的MARIS Co-op 最入門的MARIS Co-op 最低MARIS Co-op 我自己覺得 可能拍4K來說 這個Code Mode 是非常非常難用的 如果你覺得 你拿來拍片的話 你又要拍4K 這部MARIS Co-op 就未必是你的選擇 這部MARIS Co-op 也不可以插外面的MARIS Co-op 其實沒有外面的MARIS Co-op 對於拍FROG來說 已經非常難用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真的要拍4K 你也要插外面的MARIS Co-op Canon M6 II就比較適合你 其實現在M6 價錢也非常便宜 比起這部M200應該更便宜 如果你不需要拍4K的話 我會建議你買M6 II 但是 有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Canon M系統的鏡頭 是真的比較少的 所以 如果你想要戴光圈的Ultra Wide Angle 那就真的欠逢了 因為你是Code機 Canon還要1.6 所以一支10mm的鏡頭 插在Canon的Code機上 就等於16mm 現在我穿Y的那支 就是11mm 那已經差不多18了 即是等效焦距 差不多18 所以 如果你還要用來拍4K影片 就真的很麻煩 又不是大光圈 四光圈而已 所以拍4K就... 嗯... Code元應該差不多等於24-25mm 所以就等於很難可以自拍 這部M200價錢來說是吸引的 單純拍照來說輕便 是方便的 但是螢幕的質素質 我就覺得 真的... 現在... 2019年... 真的... 麻辣麻辣 這是日文來的 這部影片就是這樣 其實Canon的最低入門K 是會賣得非常好 Canon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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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否也很不怕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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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間小анию